据加拿大警方消息 2月20日 加拿大警方取得了对首都沃泰华市中心的控制 2月18日至19日 加拿大警方对沃泰华市中心的抗议者采取了清场行动 逮捕191人 拖走76辆汽车 结束了抗议者对市中心长达三周的封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1日表示 动用紧急状态法是必要的 但引发该法案的情况再也不想看到 此前沃泰华警方在周末采取了行动 卡车车队的抗议活动基本消散 当被问及鉴于边境口岸的封锁已经得到缓解 基本上没有卡车或车队的抗议者 是否仍然需要广泛的国家紧急状态权利时 特鲁多表示 目前的紧急状态还没有结束 对未来几天的担忧仍在继续 但是他们每一天都会继续评估 另一方面 加拿大众议院将在21日夜间 就联邦政府是否使用紧急状态法进行表决 为此 特鲁多今天也为使用该法 应对抗议车队在首都沃泰华市中心的占领辩护 同时呼吁议员们为联邦政府的这个决定 投下赞成票 因为地方和省级机构需要更多的工具来恢复秩序 维护民众的安全 俄罗斯南部军区2月21日称 俄军方和联邦安全局边防部队当天阻止了 由乌克兰境内潜入俄境内的破坏和侦查小组 并击毙5人 俄罗斯国防部指责乌克兰称其加强了 对乌克兰东部武装力量的炮击力度 并指出 乌克兰在东部地区集结近6万军队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总统令及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有分析指出 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分裂地区独立 此举将严重加剧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人们担心俄罗斯可能随时入侵乌克兰 并利用小规模冲突作为发动袭击的借口 美国白宫随即表示已经预料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独立的做法 美方已经准备好立即回应 总统拜登将尽快签署行政令 禁止美国公民与该地区的新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 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声明称 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总统做出的承认决定 同时欧盟方面表示 欧盟将对参与这一非法行为的人员采取制裁措施 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 小到食品价格 加油费 大到租房买房 所有商品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飞涨 跨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公司最近的报告中指出 消费者应有心理准备 今年食品杂货价格将再次上涨6% 对于一般的工薪家庭来说 杂货价格再次上涨将使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自疫情开始以来 食品成本已经上涨约11% 同期工资却下降1.2% 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数据 12月份食品价格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上涨6.5% 为200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12月份肉类价格飙升近15% 鸡蛋贵了11% 鸡肉上涨10.4% 不少经济专家同时表示 物价上涨的趋势短期内不会缓解 据KTLA新闻报道 2月21日凌晨 南加州安纳汉姆一家餐厅外 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名男子死亡 据安纳汉姆警察局说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他们看到一辆SUV超速行驶 并闯了很多个红灯 警方跟踪这辆车 最终这辆车撞上了布鲁克·赫斯特 和拉帕尔玛大道十字路口的电线杆 那里离发生枪击的餐馆 大约一英里远 警方随后发现 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在SUV中死亡 目前还不清楚 他们是否与枪击事件有关 向空中开枪的人并不在SUV中 他在枪击现场被警方拘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